欢迎大家出席彩虹之药 共建同志友善教会这个活动 我是主持人之一黄宝珠 我是中文大学崇基神学院的神学生 我是另一位主持黄美鳳 就是香港基督徒学会的 刚才大家听到这首歌《回家》 我们希望透过这首歌 欢迎所有性倾向的朋友 特别是我们同志跨性别的弟兄姊妹 你们回家了 我们一起在主的家里面 同众兄弟姊妹团聚 一起在主的家里面 我们今天有分享的活动 也都有崇拜的时间 或者我说一说 我们手上应该有一份长刊 大家是不是已经收到呢 我们今天会有两部分的 今天分享和约章的介绍 这个是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会是一个共荣的崇拜 我们都希望大家 留时间和我们一起 再提醒大家 在这个活动当中 请你们大家 不要拍照 不要录音 不要录影 就把你的手机教正音 如果是有记者朋友 我们迟些会安排 有新闻稿和大会 会提供一些照片给你们 好 后面还有朋友进来 大家可以盡量坐前一点 你们附近有位置的 你都叫他过你那边坐 我们事不宜迟了 我们现在先请九龙幼灵堂主任牧师 和我们介绍一下今天整个的活动 谢谢 我希望刚才的掌声 是给你们各位 每一位今天来到 出席彩虹之药 共建同志有善教会 这个运动 的姊妹弟兄 今天 这个运动的开始 我是很感动 很激动 也是百感交集 我相信在座 有不少的弟兄姊妹 可能已经很久没有去过教会 出席和参与 一同去敬拜上主 在我们基督徒 在我们教会生活 那么重要的一部分 原因 说他教会对同志 对同性恋这个议题 实在有太多 太多的不友善 以至到同性恋这个议题 令到同志的朋友 令到教会有很多的撕裂 相信我们今天 这个共建同志友善教会 这个运动 其实我们带着 很多的眼泪 很多的破碎 很多的激动 很多的怒怒 同样 同时 有很多的恐惧 共建同志友善教会 这个运动 说他来得太迟 但我们相信 上主一路以我们同在 在这个撕裂的关系里面 我们盼望 我们盼望 共建同志友善 教会这个运动 能够让创伤得到医治 破裂的关系 破碎的关系 得到复和 破碎的生命 得到重建 以至到每一个人 在上主的共用的爱里面 是极需要明白的爱 没有明白 没有尊重 这份爱 又谈何容易 也都因着我们爱同志 爱不同性倾向性取向的人 我们愿意 有更多的明白 放下自己 一直的偏见 或者一路以来的角度 我们的思想 我们的看法 站在对方的角度里面 来到明白 在一个尊重的灵听里面 去实践真正的爱 真正的共用 盼望我们今天 这个彩虹之弱 这个聚会 是连续我们每一位 爱上主 爱我们的弟兄姊妹 也都是爱我们自己 这个聚会里面 圣灵去感动 带领去出进 多谢各位 多谢黄牧师 其实你们 每人都有 今天的程序的长康里面 我们其实这里 应该要很多谢 有七位 是可以帮我们今天 分享他们 在教会或者生活里面的 歧视过案的 你们可以慢慢看 或者拿回去看 但我想说其中有一些个案 有个朋友提到 教会认为同性戀是罪 所以有一种恐惧 令到他沉默 甚至想沉死 但他最后也很感恩 因为他出季之后 不单止是家人接纳他 他也有一间教会接纳他 所以他感到感恩 但不是每个个案都是这样 是的 没错 其中里面有一个个案 就是说有个女同志 他被教会知道了 他有个女朋友 于是牧师就要约见他们两个 接着教会是要逼他们 作出一个选择 他就说如果你们不分手 就会停你们盛餐 停你们侍奉 还要他们去建教会的执委会 在他的故事 他的分享的最后 其实他都没有一个答案 他都在沉索着 他在沉索的时候 他在问 他说教会不是应该 让人坦然面对上主 自己和肢体的群体的吗 最后我们想说的一个个案 就是他对同志 他的身份是很肯定的 但是当他回到教会的时候 刚好就是家暴条例修订那段时间 他们教会就联署反对这个修订 他看到很多的争论 他已经不想再有争论了 所以他自己就决定 一个很不想争论的情况下 别无选择地离开了教会 我们说这些个案 都只是想鼓励大家 继续去看这七个个案 我们就在这个长刊里面 但是我们今天也不是只是问字 是的 没错 我们更加要多谢 我们其实现在 是可以播给大家看三条片段 就是有些人现身 是帮我们来分享他们的故事的 我们去看一看 五岁开始就跟家人一起回教会 我爸爸妈妈一向都是属于 都是有比较虔诚 比较活跃在教会的生活里面 在我大学二年班的时候 他们就问了我 究竟是不是一个同性戀者 我当时就 犹豫了一会儿 不过最后都回答了他 那么 自此之后我们的关系 就有一段时间 都是不太说话 一说话就会吵架 那时候 我会带着很多的问题 不停地去问上帝 为什么你要 做我是一个同性戀者 但是你做了我之后 你又不接纳我 但是你做了我之后 你又不接纳我 你又不接纳我 那么我 在那时候就决定离开教会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 就发觉 其实 自己的 生命里面 其实 这些信仰都是 有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那么 慢慢又开始去 尝试去 再次去寻求上帝 也有一个奇想 就是 其实会不会 同志可以是 同时间也是 基督徒呢 那么 当时就 不是抱很大的希望 但是 在偶然之间 就遇到 一位的朋友 那他就是回这个基因之家 那最后呢 他就 带了我回去这个教会里面 就开始让我可以 从信仰 从自己的圣经上 是有一个的 复和在里面 其实身体神学是一种 很阔的神学 嗯 那 其实真的可以 盛在到 很多不同类型的人 嗯 还有在外国的神学 其实 香港是找不到的 但是 我觉得 对我来说有帮助 那里面的信仰 开始慢慢变成 但是我觉得神学院 神是会安排一些东西 我觉得 最惊喜的是 你当时 在上年暑假 想做一个 Gate Affirming的小组 那时在Facebook我看到 但是对我来说 其实我觉得有点沉重 对我来说 对我来说 其实我进入神学院 有可能是 我已经做了很多年 同窃运用的东西 我很累 所以我在神学院里面 我是一个吸收的过程 突然间 你做这些东西的时候 我就觉得 不行 因为我是第一身 那就是我要做事 但是 我就觉得 那个dynamics 很有趣 其实我们有好语团体之后 说queer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你口中 和在另一个同学 历恒的口中 你们两个演员 告诉我 what is queer 因为你们一定要说 什么叫queer 以后才会明白 我觉得你们的解释 是清晰过 一个同志去演的queer 是 其实有很多人 都跟我说 他说我是基督徒 但是我发觉我是 我不知道怎么办 我想问你们 有没有 就是 稳定的团契生活 我想加入 我觉得 酷儿团契里面 最好的东西 就是 告诉同志 告诉同志 教徒 原来你不是孤单 当这些人 真的出现的时候 而不是一个学术 去讲的时候 你真的要面对一个 人的时候 你 如何建立一个空间 给他们 如果能够去 容养一个 同志 神学生 去说 他们学的东西 和我们学的东西 可能又不同 我觉得 反而这样 才是整存 才可以说 颜色一些 和美好一些 是 是 我们很感谢那些 很勇敢的朋友 和我们分享 特别是跨性别的朋友 他们愿意站出来 让大家看到 他的样子 来分享 我相信他觉得 真是教会 其实对他来说 真是一个家 他应该是觉得安全的 但事实上 是不是呢 在2006年11月 在印度尼西亚日野这个地方 举行了一个国际法律学的专家会议 当时他们通过了 将国际人权法 应用在性倾向和性别认同里面 叫做日野原则 里面一共有29条 是保障他们 就是要消除歧视 包括指在工作 健康 教育 和住屋方面 如果他们受到不公平对待 或者歧视 那个国家应该是 致力去和他们寻求正义 当时有54个国家 联名来作出呼吁 希望各国的政府都要响应 当然我们今天看到 我们香港政府 就没有响应 起码在立法咨询里面 他们就否定了 所以今天我们还听到很多的同志朋友 无论在教会 还是在社会里面 都面对很多的困难 今天我们也特别请了两位嘉宾 跟我们有一个回应 就是资深的神学人 冯伟文先生 和我们的布沙伦牧师 众乐教会 也请两位就座 跟我们有一个回应 请大家给点掌声 鼓励一下他们说 因为今天说完 不知道有什么后果 原来不知道有位置坐 真的好 我过去有年半的时间 一晚就在几年之间 带了一个姐妹传契 接着在2011年 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 就开始了重乐教会 重乐教会 重乐教会也是 欢迎不同 就是欢迎姓小众的朋友 在当中一起崇拜 在和他们一起相处里面 就真的发觉他们 他们都是在过往的教会生活里面 事实上有很多时候 真的会有不开心 甚至会有很多的压力 有些人回到教会里面 就不是很敢说 很害怕 很怕说出来 那些就不敢说 其实这个也挺影响他们的教会生活 他们始终去到侍奉 都不是很敢说 不是很敢让出来 跟人有很多距离 不敢太近身去知道我如何 再来的 有些人不敢说 说的时候 可能在教会里面 就会不接纳他 扔他出街 正正好像刚才很多的故事里面 都会说到 我自己发觉 看到同志 他们真的只有苦难 他们的苦难是天天的 夜夜的 时时的 纷纷的 渺渺的 为什么这么说 我发觉他们有很多的挣扎 第一 他跟自己争扎 他成长的时候 他觉得自己跟别人不一样 他里面充满问号 充满了挣扎 再来 当他出去社会 或者成长 出去读书的时候 他也跟社会的环境有很多的挣扎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不友善的世界里面 不友善的世界里面去生活 还有 社交支持也很少 对他们的社交支持是少的 关注点是少的 再来 他回到教会里面 亦都是跟信仰上有很多的挣扎 回到教会里面 他被定罪 不能被教会去接纳 这些都是很真实 很真实 只要你接触同志朋友们 你都会看到那份挣扎 所以我们说那份挣扎是 日日夜夜 分分秒秒时时刻刻 在教会里面 教会年已经踏入了最后的两个礼拜 今天已经是大齿期的第五个礼拜 再下个礼拜日就是中之子日 接着就是圣州Hollywood 在这段时间里面 我们看到 我们反省 耶稣基督是怎么样的呢 耶稣基督以一个最卑微的形式来到人间 他不是含着金锁匙出世 他没有很优越的条件 或者很好的家底 但是正正的我们看到 耶稣他就是参与卑微人的苦难 是想回复他们的尊业 你看到耶稣在他的服侍里面 他有关心的点 他跟那些什么人去相处 跟那些麻风病人 跟那些淫妇 或者婚姻失败人 外邦人 总之这些都是给社会边缘 或者社会不接纳的人 但耶稣就是去到他们的中间 跟他们一起去生活 跟他们很接近 很接近 很近 正正你看到耶稣 他更加钉在十字架 他是以外去对抗这个世界 耶稣也看到 因为罪和不公不义的制度 让人是分级 分层 让人是边缘 让这些人是距离较 但是耶稣 他最后是坚定的 以外去反抗那些歧视 以外去反抗那些排斥 以外去反抗那些不公不义的制度 今天我们说我们基督徒 我们都是一个追随基督的人 让我想到潘霍华 追随基督他怎么说 他说上主对人的呼召 是叫人要去死的 要去死 当然今天我们不是那个时代 我们不用死的 但是其实 正正的意味 我们是用我们的生命 去捍卫基督宝贵的福音 是以我们的生命去捍卫基督的精神 福音的精神 今天我就问 我们真的凭什么 可以歧视圣小众的朋友呢 我想这个问题也是带给大家 我们今天是用什么关注 我们如何去实践 耶稣基督福音的精神呢 我相信也是我们今天317 共建同志友善教会 我们的圆境 我们是希望从我们开始 从我们本身开始 从我们的教会开始 有一个更好的环境 让同志们的朋友 让性小众的朋友 可以和我们一起生活 我们可以一起吃饭 可以吃饭 吃饭 什么都可以 我是五分钟的 应该是很熟识的 我是冯伟文 我看《合线》的故事 有一个很清楚的印象 很大 很强烈的印象 就是家庭 每一个人都渴望是一个家 家是很多不同的形式 但是我们每一个都看望是有家 想起我自己的家 我父母生了五个小孩 这五个小孩 包括我在内 现在已经是六十几到七十五 那我们五个 我们五个都结了分 所以五个变了十个 这十个人生产了八个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 这些小朋友 今天是大约三十五到五十的了 就是我弟弟那一代 就是我们五兄弟姐妹 生了八个 那他们生产了三十五到五十这个年龄 你猜有多少个生产了多少呢 他们有八个 那他们就再生下一代 那他们只有五个 第三代有五个 第二代是由三十五到五十岁 我想都差不多 那些生产力都差不多了 那就是表现 在一代当中 结婚的人少了很多 整个百分之六十六 我那一代有百分之一百 结婚 我子女那一代有百分之六十六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有时我是假装 好像很担心 但其实我不担心 他们每个都懂得自己去寻找自己的幸福 那这个第一点 那第二点 那第二点就是 我看耶稣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那在耶稣的时代 如果適灵的男女 如果不成家立身 就是一个以上 无论在以色列 无论在近东的城镇 就是福音书所描写的 或者说罗马帝国 他们的文化 在这个不分 识分的年代 但是不结婚 是一个異相 不单止是家庭和社会 是鄙视你 同时你会失去公民权利 和法律的保障 那在这种情形之下 耶稣做了一件很惊人的事 他当时整个主流文化就是 要得到一个幸福的生活 是要通过婚姻的途径 婚姻就会带来家庭 那这个就是幸福之路了 那我自己都认同这个 这样的价值 但是耶稣呢 就不是这样 在这种文化之下 耶稣开了一条新的道路 这个道路就是 他把婚姻和家庭分开 拆开 他告诉我们 人人都应该是有家 有家可归 当你做错很多东西 当你很累 当你病得清白白 当你失业 当你没有人爱你也好 仍然都有一个家 你可以回去 就是你会知道 你敲一下门 或者不用敲一下门 你就这样 就会开 那一条门为你而开 我相信耶稣就开一条新路 就是说 人人都应该是有家庭的好处 但是 不是一定要靠婚姻 家庭 要得到家庭 婚姻不是唯一的道路 婚姻可能是主流的道路 但是不是唯一的道路 耶稣提供了一些的方法 所以他在福音书里面 其实他说家庭 婚姻很少 耶稣 他真的继承 或者承托了旧约的教训 有兴趣的话 大家可以上课 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创意 但是有一个创意的就是 就是人不需要结婚 都可以有家庭的幸福 有人问他 谁是我的弟兄姊妹 谁是我父母 耶稣说 怎么说 遵守我旨意的人 就是我的兄弟 就是我的姊妹 就是我的父母 当耶稣拐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在脚下是他的母亲 玛利亚 和他所爱的门徒若汉 他们两人说 母亲 这个是你的儿子 他们若汉说 这个是你的母亲 耶稣对于家庭的观念 是超乎一夫一妻 他不是否认一夫一妻的家庭 但是他看过家庭是一个蒙福的道路 不是一个被血缘 不是一个被乡理所固限的 更加不是一个要拒绝人千里之外的武器 今天我愿意 很乐意来到大家当中 就是我想学一下耶稣 就是说每一个人 就是在婚姻之外的人 都是可以享有家庭的好处 有家可归 有家可属 当然这条道路不是很多人选 我就不敢选 我也没有选 但是我想告诉那些 愿意选择这条道路的弟兄姊妹 你是有耶稣的福气 如果你选择这条道路 那最后 我早了十五分钟来 我在这儿听 听我又两位弟兄在那儿弹琴 我好麻醉 我好被逃脱 不是麻醉 坦白来说我在外面听到很多东西 在教会圈子 神学圈子 听很多东西 但是坦白来说 如果你们继续这样去弹 继续这样去唱 继续这样去跳舞 继续这样去比试相爱 你们没有事怕的 那我希望大家不要有一些 好像被围困 比试相爱 你们像有很多狮子般圍着你 你们好像有很多狮子 你看众你 可能事实上会有 有這樣的情況我是不理解的 那我要道歉 但從我的角度來看 我的角度來看 情況不是這樣的 所以只要你繼續唱美歌 跳美舞 彈美麗的琴 你的violin,你的耳鼓 你的鼓都拿出來 圍著一個圈 你都去make music 我相信 至少我希望看到 我會快樂很多 多謝 多謝馮偉文先生和博牧師 相信大家有程序 我們其實已經印了彩虹約章 他應該在共用崇拜程序的前一頁 我們現在想邀請 范立軒是香港基督徒學會總幹事上來 或者跟大家解釋一下這個約章 謝謝 各位好 今天看到有二百多位的弟兄姊妹一起參與這個聚會 我想我們也是很肯定 同志的弟兄姊妹都是我們家裡的一份子 我想時間不多了 我就回到這個約章 這個約章 其實也是有不同的弟兄姊妹 在過去這一個月裡 都是很努力的 來一起共同 來選寫的一份文件 我們希望有一個共同的信念 或者有一個分享 首先要講一下這一份的約章 其實我們主要參考的 都是有一些參考的文件 主要就是參考普世教會協會的 有兩份文件 這一份就是在 0607年的一份 0607年 就是關於 教會與性的議題 一個討論的文件 另一份文件就是大概在 1996年是有關於 教會論語這個 倫理道德的一個討論的文件 在這兩份文件裡面 我想大家都會明白到 這個性的議題 或者同志的議題 其實不只是單單 香港教會在關心中 我想是普世的教會 其實他們都會面對很多的 這些討論 甚至很多的分歧 他們就嘗試 普世九協會 嘗試去整理一些這樣的討論 以及 帶出一些 繼續討論的方向 事實上 在那份文件裡面 他們都認為 其實要有一個立場 或者要有一個很既定的答案 對教會的群體來說 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我想他們裡面提出一些原則 值得我們今天能夠一起分享 以及一起來看看 所以我們就在那兩份文件裡面 嘗試整理了這一頁的一些我們的看法 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分享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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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呢 我們呢 這一份的約章 我們呢 有一些的信念 希望跟大家都可以分享 首先我想第一個很重要的信念 我想是關於教會合一的一個問題 那麼我想 今天我們一群的基督徒群體 一群的基督徒群體 一群的基督徒群體 無論是我們是有不同的背景 不同的 來自不同的地方 甚至是國家 不同的種族 其實我們能夠走在一起 其實都是恩著主上帝 上主的呼召 那麼這個呢 我們是很清楚的肯定 並且呢 這個上主的呼召 是一個合一 是一個三一的上主的呼召 意思就是在他上主的作為 無論是由創造 去到救贖 再去到在聖靈的運作的呼召 裡面呢 其實呢 都是有三位一體 三位的三一的上主 來到去參與 同時來到去進行這個工作 那麼所以 教會生活的本質呢 這個的合一 是非常之重要的 所以呢 我想無論是面對這些爭議的議題 或者其他的問題 我想一班信徒 一個教會的群體呢 都應該是要有一個合一的 一個的態度 來去面對 其次呢 我想在第二個點 我們很想去特別去提出的呢 就是關於教會 或者一班的信徒群體的被呼召 其實呢 其實呢 是在他們還在罪人的時候 還在罪人的時候呢 來到去被呼召的 不是因為他們的行為 而是因為上主的恩典 而這一個的聖結 教會的聖結呢 並不是因為教會成員呢 不是因為呢 教會成員的 而是因為這個聖結的本質呢 是會有改變的 因為我們聖結的原因 源於上主的恩典 和教會成員的 所能夠達到 第二方面呢 第三方面呢 我們會重視 教會的生活和聖禮 教會的生活和聖禮呢 是一群被召的人 他們的經歷上主的恩典 來去為經歷上主的恩典而設的 透過教會的生活 和教會的聖禮呢 我們呢 其實是不斷地去 重新被恩典 來去提醒 和去建立的 所以呢 我們認為每一個 屬於上主的子兒女 參與這個聖禮和教會生活呢 是一個很理所當然 和很重要的事件 因為呢 只要在聖禮 和在教會生活的裡面呢 我們才能夠再一次去 在群體裡面 來經歷這個恩典 來成長 最後呢 我們認為呢 一個的倫理 教會是一個倫理的群體 它的倫理的實踐 和它的建立呢 並不是呢 單單是一個 封閉性的一件事 而是呢 是一個開放的過程 意思就是呢 一群被召的人呢 他就是透過 教會的生活 來到去建立 一個的信仰的倫理 意思是說呢 上主呢 其實在不同的地方 來對呼召 在不同的 不同的人裡面呢 來對呼召 成為了這個 教會的群體 而這個的教會群體 有他們的一些傳統 不同的教派 不同的宗派 有不同的傳統 也都呢 有一些不同的 對聖經的理解 我們呢 就透過這些的 教會生活 和在聖禮的裡面呢 來互相來分享 這些的看法 和呢 分享我們的生活 以至到呢 我們這個的倫理的觀念呢 是由這些的 生活的實踐 來 亦都是按照我們 對聖經 亦都是按照 我們對一些 教會的傳統的實踐 來慢慢來建立的 所以呢 由於我們有這些 不同的信念 以至於呢 我們就有 我們認為呢 我們教會呢 其實是不應該去排拒 每一個 上主所呼召的人呢 來參與我們的 教會生活 和呢 我們的聖禮 所以呢 我們呢 就希望呢 在這個約章裡面呢 提出有 七點的 一個的承諾 希望呢 大家一齊來 去參考 和呢 一起來推動 第一呢 就是與聖小眾的 弟兄姊妹同行 聆聽聖小眾的 弟兄姊妹的掙扎 按他們的需要 和選擇 提供適切的牧養 提供一個安全 尊重 接納 信任的教會環境 讓聖小眾的弟兄姊妹 參與教會生活 接納 聖小眾的弟兄姊妹 領受聖禮 加入教會 成為基督合一的身體 也都讓聖小眾的弟兄姊妹 參與聖餐 與主契合 一同去分享上主的恩典 讓聖小眾的弟兄姊妹 按恩賜平等參與事奉 回應上主的呼召 和大愛 最後是肯定 和支持聖小眾的弟兄姊妹 與異性戀者 一同享有平等的公民的權利 我的介紹是這麼多 謝謝林軒 請留步 我相信我們的活動來到現在 尤其是林軒 介紹完約章之後 我相信你們都會有些問題 或者回應 我想我們這裡 並不關心 究竟醫學的研究 或者討論 但我想我們比較關心的 就是具體我們的弟兄姊妹 當中 是他們有這樣的生活的實踐 以及有這樣的身份的認同 所以 那個討論 我想有不同的專家 都可以有很多不同的討論 不過我想我們也是面對 在我們的場景裡面 事實上是有一群這樣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想我們 事實上是這樣的理解 來提出這個約章 或者去面對這個問題 好嗎? 謝謝 我相信在台下上面 有很多很資深的牧者 或者是弟兄姊妹在教會多年 其實可以 你面對同志的朋友 同志的基督徒 他們怎樣面對他們的生活 其實剛才 博物詩在很早的時候 分享每分每秒 每天等等 其實在信仰的掙扎 全港教會這麼多年以來 對於同志的定罪 那種的根深蒂固 是教會要重施 教會要重新去詮釋 教會再去面對同志信和真實的生活 這些種種才可能會 令到我們更加知道 其實上帝是否真的愛同志 剛才有很多同志的朋友 或者是其他聖小組的朋友 分享他們的掙扎 或者苦放 這些情況 亦都可以讓我們更加去明白 今天 現代的教會 是更加需要 有更寬大的胸襟去接納 去幫助他們走 基督徒信仰的路 而不是只是哭哭啼啼 卑卑慘慘 甚至混混恶恶 去過他們所謂基督徒的生活 是很需要更多基督徒 更多的牧者 出來 去跟他們一起走這條路 我盼望 今天這個聚會是一個開始 也希望更多的人 可以起來 去關懷 去支持 很溫和的 不知道 但我們都已經開始了 起碼一個好的開始 我想我們都不會很系統地 回答每一個問題 在這裡我或者回應幾點 第一點就是關於 剛才開始受歧視的個案 他們的經歷和心路歷程 以至到剛才在座的回應者裡 都有自己是聖小眾的朋友 你們都是很坦誠 很勇敢在這個場合 和我們分享了你們的掙扎 和你們的處境 我總是覺得 如果我們的福音精神 是幫助我們回歸回去 帶我們回去 耶穌基督的福音精神 就是回到生命 回到生命 一些有血有肉的掙扎和故事 不僅僅是我們這些 好像很有道德 很正確 很標準的一些 一些異性戀者的經歷 還有很多性小眾 在長期以來 教會的排斥之下 他們的聲音 他們的經歷 沒有辦法只被聆聽 沒有辦法只被接納 和尊重的狀態下 我們的看法 我們的立場 其實已經是既定的偏見 而在聖經和神學的 一路以來 那個思潮的發展裡面 包括聖經的詮釋 都有很多的革新 而這些革新就是說 聖經本身不可以斷章取義 也不應該抽離了那個處境 那個文化的真實 生命的掙扎 來到好像很教義式地從上而下 去判斷、去論斷和去定罪 這個方式來應用聖經是危險的 在我們教會歷史裡面 經常犯了這些錯誤的 我們其實 基督徒我經常都覺得 我們不是一些自以為義的人 我們也沒有資格說 我們所有都是義人 我們是被赦免 我們是在信仰裡面 經歷過基督的恩典 我們因此可以確定我們的信仰 就是我們都是被赦免的 有限的 某程度上都是罪人 我想我們要好謙卑 第二就是這種偏見 也引發到剛才有朋友問那個罪的問題 我自己在過去十幾年 跟聖小眾的相處裡面 我越來越看到的 我們需要對那個所謂對罪的解釋 以及教會對罪的判斷 對罪人的判斷 很多時候我們是太抽離 太遙遠 以及我們太以異人的身份來定人的罪 其實福利文先生在座在這裡 在70年代 當你在基督教公約委員會 去關心工人的時候 那個工人的處境 他們沒錯他們都好像我和你這麼平等 在這個所謂平等位置 就是我們大家都有限的罪人 但是如果社會處境或者教會處境 正在製造壓迫和排斥的時候 這個我們就有另一個角度 去重新思考罪的關係和罪的問題 而這個罪的處境就是一個被罪者 就是我越來越看到這些被壓迫 被排斥的弟兄姊妹 他們就是被罪者 被我們加上被他們那種罪的枷鎖所困逼 以至他們正在經歷很多傷害 如果我們不先在這裡去認罪 我覺得那個復和是沒有辦法出現的 而這個復和不是因為我們有多正義 或者有多厲害 有多標準 做得多符合上主心意的 所謂很標準的基督徒 反而是回到耶稣的聖略前 我們去重新去經歷 在祂恩典之下 我們怎樣可以成為一個合一的 和彼此相愛的信仰群體 還有最後一點就是 其實性或者醫學倫理 或者科學的研究 神學的討論等等 我們都是很有限 做人 我今年六十二歲 你年紀多大你就會明白 其實生命就是充滿mystery 充滿很多我們還未知全的東西 包括我自己對自己的形成 這種奧秘就是上主與我們同行的時候 我們怎樣去不斷地經歷上主給我們的驚喜 那種驚喜 以及我們不是完全掌握上主給我們的知識 在這裡我們要很謙卑 我覺得與聖小眾同行十幾年 他們教了我很多東西 我很多的神學都是從他們的分享裡面去建立出來的 多謝他們 有些人真的會問 今次這個彩虹約章共建同志友善教會 接著下一步怎樣 其實我相信這個我們是希望是一個運動 是一個camping 是從今天開始 它不是一個句號 即是你一會兒完成了崇拜之後 不是走的 拍白屁股就走了 不是真的回去 是有那個承諾在這裡 是承諾積極推動教會 在你的所屬教會 在你的朋友裡面 是如此如此的積極推動 是希望真是 這是一個起步 是一個起點 是會繼續下去 你會問我們 繼續下去 我們有很多東西 我們希望有教育 有課程 有很多東西 陸續有來 大家就等著 其實這個星期四 基督教協進會 一個民生關注的小組 都會有一個平台 有些對話 浦牧師你會否說一下 是的 接下來星期四 在哪裏 在望國堂 是的 有一個聚會就是 希望製造一個對話機會 讓不同想法的目者和信徒 可以坐在一起 平心靜氣 大家聊一下 那希望真是到時 平心靜氣可以聊得到 歡迎大家出席 即是這個星期四 七點半鐘幕夠頭 謝謝 我們多謝大家回應 我們在這裏講一下 其實我們發起的團體 已經出了文章 在時代論壇登了 馮先生那篇文章 都在時代論壇登了 歡迎大家去看 我們收集聯署 到今早為止 我們收集到差不多80個簽名 裏面有24位 是教牧同工 牧者 宣教師 牧師 亦都有十多間的堂會 機構 來到聯署 當然亦都有很多的神學教育工作者 以及一些的評訊圖 所以有80人簽 未計現在這裏在座 我希望你們今天未簽的朋友 等一下考慮一下簽 我們都請兩位資深的牧者 他們也有參與聯署 我們請他們出來幫我們做個呼籲 請了陳發正 陳助才發正 另外有一位就是李清辭牧師 我們請你先請女巫師 不如你先請女巫師 不如你先請女巫師 我們請女巫師 我想我不用介紹這兩位非常出名的牧師 但我知道在座有些朋友 可能不是基督徒 他們可能不太清楚 其實李清辭牧師 是我們第一代的女牧師 在香港按納的 你知道我們教會 第一先歧視 也不是歧視同志 而是歧視女人 所以牧師在歧視之中 就冒起了 他怎麼可以不做呼籲呢 今天我們都在歷史的軌跡裏面 各位 我其實呢 我其實呢 初初 你們籌劃的時候 籌備這個會的時候 都叫我來 一起玩 一起玩 一起玩之後 又問我 有些什麼 說 我對這個問題 其實真的 我對這個問題 不是太熟識的 沒什麼說 但是 而且最近呢 那些報章 那些書看 很多很多人 說這些問題 越說我就越亂 都不知道他們說什麼 就是爭來爭去 覺得很 聽得很辛苦 但是你叫我 今天呢 就要我呼籲 那些 教目 或者是我們的信徒 我呢 是支持 這些這樣的 呼籲 特別支持 我們那個 宣言 是嗎 就是簽署 那我也覺得是 我有一個責任 是這麼做的 但是我覺得 呼籲教會做事 是很麻煩的 因為呢 除了是引經據典 搭一些聖經出來 除了這樣之外 是一個 傳統 是不能改的 他覺得是不能改的 所以很辛苦的 我記得我們禮拜堂呢 很久以前 那麼 想改一個聚會時間 提早三個字 討論了五年 如果是這些 這麼大的問題呢 我相信是挺難呼籲的 但是難也好 剛才我聽見協議會 有一個平台 大家一起說 我覺得也好 就算他吵架也好 就讓他吵架 是吧 但是我覺得 是一個需要的 因為任何人呼籲他 都很難的 各有各說法 開口用聖經達列 那就沒得說了 但是他們似乎 不太記得 耶穌受試探的時候 在山順受試探 抗野受試探 魔鬼都用聖經的 開口聖經 不是大了嗎 就是 你要真正 但是我不是聖經 不對 絕對不是聖經不對 我經常都說 行公二號憐憐 謙卑的心與主同行 只有一個廣字 什麼時候有做到呢 三樣都沒有做到 有些最多最多 稍微做一點 但是其他都沒有做到 公義的事情完全沒有做到 所以聖經對我們教會來說 有時候 除了你怎麼解法 所以今天呼籲 我也希望 這個平台能夠 真是那些教目同工 平心靜氣 到底他的看法又如何 就是我們不可以 只是說那些聖經的字眼 而是看聖經的內容 我最喜歡的那段經文 就是馬帝福音那段 耶穌說 我們不是凡是呼籲 主啊主啊的人 代盡天國 是要明白實行 主的心意才行 當時有人回答他 我們不是奉主的名 又是傳福音 又是趕鬼 又是行義職 奉主的名 我們不是在做這些事嗎 但是耶穌說 我不認識你們 因為你們不是做神的心意 所以用聖經 只是有句句的意思是沒有用的 一定是聖經的內容 在那個心裡面 今天我們需要這樣 所以我也希望 呼籲那些教會的同工 很難的 他也很難做 我也知道 就是我們 我是容易做 因為我今天已經80後了 沒錯 沒什麼人敢欺負我 但是那些同工 真的很辛苦 他們都是 很淒涼 我們都明白 有些人真的 他都不是想這樣 但是有時候 他真的很難 對你力爭 譬如宗派 又要代表宗派 又要代表宗派 說句話 又要敗壞宗派的名 有些是他的堂會 又說他敗壞他的名 很多問題在說 但是我真的呼籲 求神憐憫 叫我們的同工 真的有些勇氣 是需要勇氣的 是很淒涼的 是很難的 打這場仗很難的 但是耶穌是呼籲我們 打這場仗的 耶穌叫我們跟從他 揹起十字架 不是坐著雙法 在這裏歎世界 所以我們呼籲 我在這裏呼籲 呼籲沒有用的 你們個個都願意簽的 但是我叫不到那些 今天沒有來的那些 怎麼呼籲他呢 李牧師問到這個問題 是我們一定要回答的 我們完了今天之後 會繼續網上和Facebook 繼續聯署 直至到四月底 我們希望收集了簽名 就是拿去這個 《國際不再恐童日》 我們要放出來 要公開這些聯署 希望以宗教去宣揚 一種和平的力量 就是我們支持 《國際不再恐懼同志日》 我們當然希望 除了協進會 會搞平台討論之外 陸續有來的討論和對話 好了 以下我們要請陳法正 他也是猛人來的 聖公會 因為同志而分裂的 這位是聖公會的法正牧師 他一定要說幾句來呼籲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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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已經看得到 八版紙 除了版是廣告之外 有三版是與同性戀有關的 有正有反 有激昂 亦都有懇求 每樣東西都有在 所以我就覺得 清前牧師很厲害 這條路是難走的 不容易的 怎樣做呢? 我忽然想起 在教會裏時都說 靠耶穌 對耶穌的了解是怎樣呢? 我找完了很多救贖卵等等的東西 都找不到什麼大的答案 忽然間 有一個在讀神學 有很多人都跳過了的人 他說 耶穌基督怎樣救我們呢? 他舉了一個例子 他就說 好像我們有的時期 忽然間走進一間 空無人的房間 走進去 很害怕 不知道是什麼 忽然間 那個門一聲 打開了 打開了之後 另外一個人中進來 大家都拿著武器 大家都拿著武器 因為第一個拿著武器 他會害怕 第二個又是拿著 一進來 見到這樣的情況 立刻又舉起武器 兩個人進來的時候 不知道對方善或惡的 驚恐自然是會在這裏 在這樣的狀態之下 他又不可以放下武器 但是他又不想殺死對方 但又沒有辦法走得出去 那情況就會是這樣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 這個神學家說 忽然間 有一個傻佬 按一聲 捐進來 一進來的時候 這兩個人就很緊張 於是大家 即刻把武器 加在他身上 淚掉它 掠掉它 掠掉它之後 發覺 這個人沒有反抗 沒有對我有什麼特別的東西 被我弄下了 兩個都走過去 看看你傷成怎樣 這樣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兩個忽然間有一個共同的使命 看看這個人傷成怎樣 怎樣可以救他 還有忽然間發覺 現在對方的武器 對方的武器不是向著我 對方的依然間 對方的依然間 對方不是想攻擊我 搞這個神學 他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个人 他被牺牲了 但他带来双方面 这个僵持的局势 有一个新的了解 这个新的了解 是对自我的了解 以及对他人的了解 因为有这样的了解的缘故 开始这个僵持的局面 是有了新的希望 我是圣公会的人 圣公会都是被困扰当中 圣公会很多神学的问题 都没有解决到 施圣餐的时候 那时候又说变质说 又说纪念说 现在我做牧师的时候 究竟是变质还是纪念 圣公会就做了个 伊丽莎白一世 当时的大主教就做了个 一起说 所以我们施圣餐的时候 就是 你拿此而食 纪念基督为你受死 纪念基督为你受死 然后这个是基督的身体 为你所写的 你又当如此行 以纪念我 两句一起说的 神学上可能是矛盾 神学上可能是相撞 但是 这些是你和上帝的事 教会将两个了解 拿了出来 你和上帝的事 教会都不干涉 他只是说他是对的事 是出来 所以现在圣公会里面 在英国也很有趣 他又尊重 两个 有同性恋倾向的牧者 走在一起 但是他又尊重一堆人 就说 同性恋的性行为是罪 于是就说 你走在一起 你总之 没有被人觉得 你有性行为 OK 你继续做 看来就好像 有没有搞错啊 这样 不过呢 我觉得 就是将那个问题 放在某个空间 里面 被人是有选择的空间 或者会带来 新的场合 都未定 我今天就很impressed 就是 其实我那天已经看的了 看到冯伟文 写那篇 关于讲家庭 就是这个新的概念 或者我们再看清楚的时候 就算是 很强烈的 说人是罪 里面呢 他忽然间等一句出来 说 主宰着这个世界的 不是罪 是 耶稣基督的恩典 恩典是最后 罪 不是 最后 就 家庭里面的爱 是一样东西 但不是最后 上帝的爱 才是最后 我们看到 我们看到 同性恋的人 是很需要家庭式的生活 我也都看到 违反同性恋的人 很紧张 那种家庭的生活 如果是有一个的看法 是 超乎这两个的 我们在天上的父 那种家庭的生活 是否更加需要令到我们 更加要走前一步 更加去寻找呢 所以我今天在这里做这个 呼吁 我是 真是圣公会 牧师的方式 我没有解决到 你的问题 不过 我只是提出一件事 会不会 在这样的远象之下 我们是可以 为这个困局 带出一个新的可能性 新的体会 这样来说 或者这个的基督论 都值得的 耶稣基督的牺牲 这个人的牺牲 带出这两个人 新的了解 新的自我了解 和对外面人的了解 或者因为这样的缘故 我们有一个新的使命 就是建筑 在天父旗下的人人 都向往 都需要的新家庭 好 多谢大家 多谢两位牧师 现在就是大家的时间了 大家手上有约章 也都有一个回调 我们希望以下的时间 让大家可以安静 你真的决定了 那你就在这个时间写给我们 那你写了之后 你可以保持住 待会我们在崇拜的时间 我们会在一个仪式 崇拜的礼仪上 我们会再跟大家收集 那现在你可以签 或者写 那我们等一下 也都有时间 大家都可以 是 我可以安静 我可以安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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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支不同颜色的蠟燭被点起 代表我们爱同志的心 一同呈现在上主的面前 创始成终的上主 你以你的形象做人 赋予灵气 叫我们一同治理大地 因此人爱的上主 借着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 将新的生命赐给我们 使我们有活的盼望 生一切永活的上主 你赐给我们新的戒命 叫我们彼此相爱 如同基督爱了我们一样 使世人因此而认识你 尽管我们有许多的区别 但是我们都是从同一位圣灵受洗 归于一个身体 尽管我们有许多的区别 尽管我们打破了我们与神 与人与自己的隔膜 让我们怀着感恩的心一起唱一首诗歌 欢迎 感谢 情深人当欢迎 快乐感谢歌唱 基督十九位你成为 无拒吹风飘扬 欢迎 欢迎 歌唱 感谢 欢迎 白轮是男或女 同志姊妹低兴 道当欢迎 高声歌唱 中主既既然光是欢迎 欢迎 欢迎 歌唱 感谢 欢迎 奔跑人上长路 歌唱 感谢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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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歌唱 感谢 欢迎 歌唱 感谢 欢迎 上主已经打破了隔膜 但是可惜我们人很多时候都会有意无意地再次捉起这些围场和隔膜 而是让我们有一段安静的时间 为了我们以往恩赚无知也好 恩赚安全也好 去捉起这些围场 对同志对性小众的伤害去认罪 我们安静之后会用啟应的认罪文来去认罪 让我们承认所有分裂基督身体的罪过 求主便问我 恩赚我们尝以自己的道德标准 强加于别人的身上 没有尊重和接纳别人 求主便问我 恩赚我们的无知、偏见和歧视 使不同性倾向的弟兄姐妹被迫生活在一种自我否定和自责的痛苦中 求主便问我 求主帮助我们 去除我们的自私和责疑 开放我们自己 以谦卑、包容和尊重的精神 来接待和关爱不同性倾向的弟兄姐妹 求主便问我 圣经我们的自责疑 我们的自责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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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会上 请不吝点赞 请有浩宜团契的姐妹何家明和姚小清去读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创新记9章8至17节 上帝对罗亚和和他一起的儿子说 汉那 我要与你们和你们后裔立我的药 包括和你们一起所有的生物 就是非鸟生畜地上一切的走兽 凡从方舟里出来地上一切的生物 我愿你们立我的药 凡有血肉的不再被洪水灭绝 也不再有洪水毁坏这地了 上帝说 这是我与你们 以及和你们一起的一切生物所立之药的记号 直到万代 我把彩虹放在云中 这就是我与地立药的记号了 我小云遮地的时候 会有彩虹出现在云中 我就纪念我与你们 以及各样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药 不再有洪水泛滥去毁灭一切有血肉的了 彩虹出现在云中 我看见了 就要纪念上帝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生物所立的药 上帝对罗亚说 这就是我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立药的记号 加拉太书三章 28-29节 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 不再分为老的 自主的 不再分男的 女的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女都成为一了 既然你们属于基督 你们就是亚伯拉罕的自孙 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 圣经读笔 又请入浩宜团契的顶展为去献唱彩虹之药 这一首的诗歌是《徐田契》 特别为了这个聚会 希望是藉着音乐和歌词 去把我们的心意呈现给主 是 pour一基本的情歌 那么 嘛 听看 我刚才没有 詞曲 李宗盛 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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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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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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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